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assessment tricks 是headstand落地下 如果你都喜欢melodypo studio的po dance 分享就记得要follow 我们的IG、Facebook和Youtube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po studio的melody 在我们po dance课程里面 有一系列的平核课程 由interfree上去interfall 就有一个动作 是由headstand要很静、很慢、很安全地落地下 到底这个动作的tips是什么呢 其实在headstand落地下这个动作 我们有一个地方要非常非常非常控制得到 不过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同学都会忽略了 就是我们盘骨的活动能力 在我们做完headstand之后 我会将脚慢慢向下移下来 你会看到现在我的盘骨底下 腰和铺中间这个空间开始慢慢扩大 因为一会儿我需要有空间将尾龙骨卷下来 所以现在就要先留一些空间在腰和铺中间 接着我就会将两只脚用力打横抹开 当我将两只脚用力打横抹开的时候 就有一个力帮我扯开脚 令我没那么重 没那么容易跌下来 两边打开的力要保持住它 不要放松 第三个步骤就是要用我肚臍下方 下腹这个肌肉 帮我将尾龙骨慢慢卷进来 记得你要卷的是下腹这个位置 不是上腹 你要看到我卷的时候 我的hip慢慢刺向之铺 我的下腰慢慢推向之铺 然后到腰中间的位置推向之铺 在这个时候我的脚已经指向地下 我就缩住肚致 用我的腹肌铺住我的脚 然后再用脚的力帮我合起脚 让我可以慢慢在地上 第一个上饭错误就是 在我们做headstand的时候 没有留到空间在腰和铺中间 那你想想 其实现在我们要卷的尾龙骨 就是说我们的hip要卷向之铺 如果本身你的背部已经黏住了之铺 那你一卷的时候 你的hip就会离开了之铺 那你用什么去抵抗你脚的重量呢 没有什么可以平衡脚的重量 所以当你的hip离开之铺 脚就会一声跌到地下 第二个就是 当我们卷的时候不是卷了下方 而是卷了整个身 即是你现在又把上背推到铺 当上背一推到铺 hip就会离开了 又没有什么可以平衡我们脚的重量 所以又一声跌到地下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